亲亲在好 各管各宝 姐妹在好 吃亏就炒 兄弟在好 借钱就脑 朋友在好 穷了难交 妻儿带好 百顺之宝 亏儿亏妻 老来无依 媳妇才是家中宝 真心真意 过到老 离婚 无非就是换个人过日子 把衣服脱给另一个人看 等新鲜感过了 该炒的照样炒 谁能脱离开柴米油盐酱醋茶呢 谁的生活不是一定的鸡毛 只是你没有看到而已 爹妈再好 也赔不了你一生 儿女再好 长大了都要离开你 你的姑娘是女婿的 你的儿子是儿媳妇的 只有老伴是自己的 所以你会慢慢发现 无论是招商银行还是建设银行 都不如一个合作社 好好珍惜现在 婚姻还是原配的好 以前以为兄弟姐妹朋友之间 该会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后来才发现 谁的福谁享 谁的难谁当 谁也帮不了谁 不落井下石 就是仁慈 能给予精神鼓励和安慰 以示锦上添花 什么都可以删除 唯独记忆 删除不了 一场相遇 留下一生回忆 前一秒 还嘴角上扬 下一秒 就失了眼眶 一生中 最难忘的 不是初恋和爱人 而是那个 情深缘浅 有缘无分的人 情人的结局 情人就是仇人 这是一开始就注定的结局 虽然情人能带给你 十分的快乐 开心 但他也会给你 带来万分的痛苦 他能让你短暂 获得救赎 满心欢喜 他也能够让你 永远坠入深渊 撕心裂肺 这种黑暗里 见不得光的感情 会让你整天患得患失 没有安全感 而他也真的不可能 真正的属于你 相遇是美好 但激情 新鲜感 退去之后 得失的不公平 不平衡 就会慢慢的反不成仇 感情呢 都是自私的 但凡是动了情 你们就会因为心中的贪念 而达不成共识 变为怨恨 都说爱有多深 恨就有多深 别贪恋一时的激情和快乐 惹祸上身 都说感情的世界里 谁认真 谁是无 更何况是这种见不得光的感情 你认为的也只是当下的梦幻泡影而已 你觉得你为他付出 他也深爱着你 那么我问你 每逢 过节 过年 重要的日子 你需要他的时候 他能够在你身边吗 你还是依然孤独 寂寞 再说 有家庭的 只要你迈出了出轨这一步 从此你的人生就开始分裂 一半是道德 良知 心中自责 一半在情感欲望中挣扎的痛苦 内心的污点 相比那点快乐留下的折磨 是永久 不配位的 无论男女 只要你婚内出轨 你大概率就离倒霉不远 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你把精力放在了男女欲望的周先生 对你的事业运势肯定也是有影响的 还有 纸是包不住货的 没有不透风的墙 等到东窗市发气质紫散 事业失败再后悔 也来不及了 所以呢 听我一句劝 别抱着侥讯的心理去尝试 因为人生 没有回头路 你 记住了吗 啊 一个对妻子彻底失望的男人 他会做到这四个步 第一 不吵了 以前还能和你吵 还能和你闹 现在不管你说什么 他都不会再跟你抬杠 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第二 不说了 你不理我 我也不理你 遇到事情不再跟你商量 你的事 他也不想知道 第三 不提离开了 而是悄悄的自己努力 第四 不爱了 爱不是一下就没的 而是一点一点被磨魅的 他经历了很多次由希望变成失望的瞬间 才会下定决心不再去爱你的 当你的老公对你做这四个步时 不是他变懂事了 而是他不再对你抱有任何希望 开始准备离开你了 以后再也不会问你在干嘛了 以后再也不会问你在干嘛了 也不会问你在哪里 更不会因为你和别人聊天而吃醋了 再也不会因为你不会心息而生气了 从此以后 你就是我最熟悉的陌生人 这样的我 你可满意 不主动 怕失去你 太主动 怕自作多情 伸手怕犯错 缩手怕错过 多一点怕打扰 少一点 怕遗憾 我想见你 但我清楚的知道 唯有你想见我的时候 我们的见面 才有意义 对老公不好的女人 这辈子都不会幸福 与夫争吵 百才不入 对老公不好的人 你辈子都不会有好运 那些成功的女人 都是会懂得 尊重和爱护自己的老公 而那些没有本事的女人 总是对老公增长论断 不管老公做什么 都是错的 这样的女人在外面温柔大方 是个好女人形象 在家里是横行霸道 自高气傲 对老公不好 就是德行有亏 如果连你最亲近的人 你都不善待不尊重 那还有什么幸福可言呢 所以一定要好好 对待自己的老公 你老公成功了 你也就成功了 真正爱过的人 即使做不成夫妻 也值得珍惜 真正入了心的人 就算走不到一起 也会思念一生 真正动了情的人 就算一辈子不联系 也会一生惦记 有一种爱 今生无缘夫妻 但这份爱 却一直埋藏心底 有一种爱 明明深爱 却一生 不能再去联系 这份爱 让人牵肠挂肚 让人难以忘怀 你是我今生 最美的遇见 也是我这一生 最痛的思念 想念你的人 永远比你主动 喜欢你的人 永远都不会嫌你烦 在感情的世界里 没有那么多为什么 心甘情愿 就是最好的答案 男人如果没有了家庭 就像一条船 百度的乘客很多 靠岸 却只剩自己 女人如果没有了家庭 就像路边的野花 人人都喜欢 却没有人 真正呵护她 现实告诉我们 开宝马 住别墅 不如夫妻牵手过马路 金窝银窝 不如香如以沫的小窝 其实幸福很简单 有家回 有人等 有饭吃 当你真正爱上一个 不能在一起的人 你就会明白 什么叫无能为力 什么叫身不由己 你会时而开心 时而心痛 时而想放弃 时而又舍不得 明知不能爱 却偏偏要深爱 明知没结果 心却说不回来 嘴上说着不联系 可心里 却拼了命的惦记 入了心的人 怎么能说忘就忘 动了情的人 怎么能说放 就放 可能 喜欢你的人很多 不缺我一个 但我喜欢的人很少 只有你一个 我只有一份爱 要么不付出 要付出 就是全部 我说过了 你很重要 但你伤了我的心 我一样 会把你丢掉 你知道什么样的男人才 称得上是极品男人吗 不是长得帅 也不是特别有钱 而是那种看上去 大大咧咧 说话直来直去 不喜欢玩心眼 不玩套路 所有的情绪 都写在脸上的男人 这样的男人呢 他占有欲超强 喜欢黏着你 喜欢对你管东管心 无论多大年龄 在你面前 都有点孩子气 可能大家都会觉得 他没心 没废号欺负 但实际上呢 他内心十分的敏感 你对他好一分 他就能还你十分 宁愿自己吃点苦 受点委屈 也不想让你受罪 他不懂得说甜言蜜语 更不像渣男一样 会有这高潮的演技 但我敢说 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比他更爱你 可就是有很多女人 却不懂得珍惜